大家好 我是柏惟 今天我們這場座談會 很榮幸邀請到了台北歌劇劇場 以及REXELL這間公司 我們首先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這位是REXELL的執行長 REN 再來是我們這邊第二位 是我們台北歌劇劇場的藝術總監 也是台灣的歌劇之父曾道雄曾教授 再來是台北歌劇劇場的執行導演 陳世禧陳導演 為什麼會有今天這場座談會呢 主要就是因為台北歌劇劇場 在今年3月的時候 舉辦了一場非常特別的網路線上直播 這場直播轟動了全世界 來自美洲 歐洲都有非常多人觀看 當初這場直播是 為什麼會有這場直播呢 我們請歌劇劇場的陳導演 幫我們分享一下 大家也知道現在世界上 我們因為新冠肺炎的疾病 然後其實造成了表演藝術界 一個很大的一個危機 那我們當初其實我們 在法亞這個演出 我們是在3月21跟22號的演出 然後這個時候剛好是台灣的疫情最 升溫最緊張的時候 在差不多在2月過完年之後 疫情開始之後 我們就一直面臨到 到底是演出或是不演出的這個狀況 那我們也一路就是掙扎了非常的久 那我們本來是確定要演出 因為就是很多的演員跟歌手的生計 都在這個上面 那但是最後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做了這一個 鋼琴總彩排的直播 那這個算是這一次一個非常特別的方式 那其實當初其實很多台灣在那個時間點 我們回到那個時候3月18號 台灣在這次的疫情中 確診人數正式破百 然後隨後幾天都是20幾例 20例幾在增加 其實那個時候社會的環境是非常的緊張的 那很多藝文團隊的演出也都取消了 那曾老師在這一段的心路歷程 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嗎 OK 我覺得我們在台灣演出 《Mana Faya》的這個 前面是個舞劇就是 《迷寧之戀》 就是《阿夢不如火》 然後下半場是演那個 短暑的人生 它是個歌劇 《La vida breve》 這個這樣的組合可能是很特別 而且在台灣的首位 那亞洲也是這樣的組合是第一次的 我覺得很珍貴 那最主要是我們 堅持能演出的時候是 對我們國家 我們這個衛福部的工作 以及台中國際樂園他們的防禦的措施 我很有信心 事實上我跟樂團已經練過三次了 有三天的練習 可是因為我覺得那個疫情越來越嚴重 已經破表了 所以我其實是經過了天人交戰之後 我覺得藝術家演奏者 如果他們很憂心的上去 對音樂也是有點會影響了 不能夠往全心的這樣 無憂無慮的完全在營業裡頭 所以我到最後還是決定 就是我們用鋼琴來做一個彩排 然後剛好我們謝謝這個Rexia的公司 給我們做網路的直播 然後不只是歐洲、美洲、亞洲、日本 他們都看到了 我覺得這是非常 我很感激啦 然後我能夠沒有想到說 這樣一個挫折反而變成一個 反而做到一個非常非常好的 一個成功的一個例子 一個經驗這樣子 對 那因為這次的直播 我覺得非常特別是說 我們在網路上的直播 有別於我們一般在臉書上 或者是說一般的平台看到的 可能是用手機去做直播 但這場直播非常特別 觀眾有四個角度的攝影機桶可以選 而且每個角度都是非常高畫質的 甚至跟現場的演出 它的間隔是非常短的 那這個我想都要歸功用Rexcel這間公司 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公司的 Rexcel這間公司是 為什麼會接觸表演藝術領域 這個領域 然後你們所用的技術是什麼 幫我們分享一下 在廢城 美國的廢城 和日本的東京 有Office的 Technology Solution的一個Provider 那也就是說 我們自己有些東西 是我們自己發明的 可是有些東西 是選世界最好的產品 來給客戶 來給我們的客戶 有一個Total solution 所以他們不用一個一個結合起來 我們幫他們都結合起來了 那我們的特長的地方是 Smart House Smart City 另外一個是 Video Streaming的方面 我們這次 我們一直都是覺得 藝術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的公司裡面 很多人都很愛藝術 可是一開始是運動 運動那邊比較有錢嘛 然後觀眾比較多嘛 所以我們的技術已經在 在世界的Valleable Valleable怎麼講 怎麼講 排球 排球賽 還有日本的一個職業的Baseball Major League的Baseball 都已經用的 已經有一個基礎的技術 我們一直在找機會 可以幫忙藝術的活動 那日本那邊比較嚴 他們動作也比較慢一點 可是台灣我覺得 我和台灣常常有科技方面的合作 我發現台灣的人就是 好的東西馬上就會吸收 這樣子的一種文化 那果然這一次台北歌劇劇場 還有台中歌劇院 願意讓我們試試看 在運動方面已經很成功的一個Solution 試試看在劇場會變成什麼樣 結果 所以我們就特地的就飛到台灣來 然後用我們在運動上面的一個方法 加到藝術裡面的一個情況 然後 剛好到台灣的時候是3月17號 然後 19號就不能進來了嘛 對不對 所以實在是非常一個Miracle 所以這一次真的是Miracle After Miracle 的一個連續的 變成一個很成功的 所以我們也很高興這樣子的 因為其實這次的演出我們看到 網路上有非常多很棒的回饋 尤其是無論是在歐洲那邊啊 然後 之前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嗎 就是我們這次在演出的時候 我們大概有多少人觀看 然後他們有什麼樣的反應 就是我們這個Live Stream這個直播的在 因為其實有一個小小的一彎 因為我們本來其實我們一開始就設定要對歐洲做直播 然後我們一直跟他說我們是直播 21號以及22號的正式演出 對 但是後來因為我們的其實演出是取消的 然後我們為了要做一個階段性的一個呈現 所以我們最後是直播了20號晚上的鋼琴總彩排 所以我們一開始在調查這個歐洲的 我們是請一個廣告公司去調查說 他們有多少人有醫院要收看 那他們如果要收看的話 他們必須要填寫一個認證來說 確定因為他們我們不想做一個 就是好像隨便的人都可以來看 然後他來了走了就是很隨便的這個做法 因為是非常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個事件 對 所以我們在一開始得到這個回函大概得到了5萬份的回函說 他們對於這個在東方的小島上 台灣要演出法亞這個歌劇 因為這個even是在西方的 在歐洲的歌劇院裡面也非常少演出這兩部的作品 更何況是這兩部作品連在一起做演出 對 所以我們得到了5萬份的回函說 他們很有興趣 他們希望可以看這個livestream的直播 那後來但是因為我說我們更改了我們的直播時間 所以最後最後線上是1萬人觀看 但是為了彌補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後續我們繼續開放這個直播 我們並 我們原本是希望一直播完就把它拿下來 但是後來因為考量到說 他們很希望看 所以我們後來又多放了兩個禮拜到三個禮拜 那最後總共是有5萬個 超過5萬的人數 然後來自7個國家 比如說像是德國 意大利 西班牙 法國 這些比較我們傳統認為的歌劇的強國 或者是歌劇文化非常新盛的地方 甚至是美國 日本 香港 都看得到這個直播 因為我們後來因為直播關係 我們可以去掉到它後台的資料 所以我們看到它有非常多的國家的人 來收看了我們這個直播 所以當初曾老師怎麼會想要 一開始我們就是在這部戲 因為去年12月的時候 那時候疫情可能甚至是只有在中國而已 那曾老師怎麼會想要 那個時候就想要對國際做直播 那曾老師怎麼會想要 我有注意到這個 這個整個趨勢 然後我們也跟REX公司有 經常有點通信來往 那我覺得這個技術可以 用到我們這邊來的時候 會幫忙我們做很多的這個 Promo很多的我們的演出 可是這個我沒有想到 效果會這麼厲害 因為我們這樣演出的時候 有些 好比說西班牙那些 因為這樣變成一個朋友 譬如說我們可以看到 費城的歌劇團他們也看到 然後西班牙在西班牙 西班牙那邊的 就是安達路西亞那邊看到 有指揮也看到 他就等於說我在台灣看到我們的西班牙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很驚奇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樣的話我們能夠透過這樣的時候來拜託 這個REX公司能夠進一步的做比較好的 比較更完整的轉播 本來我想的是一個一個鏡頭 一個鏡頭而已 沒想到它同時有四個鏡頭讓你去選 這是那裡面很多東西要克服 好比說我們同時上字幕 同時就是要演出的時候我們上字幕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讓你驚奇的事情 我想一場成功的網路直播 背後有非常多技術的細節是很難想像的 那瑞斯克你看到你今天有帶一台機器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技術 跟這台機器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直播需要很多機器 Working in harmony 就像orchestra這樣子 有好的那個video camera 有livestream的cloud 我們這次是用youtube 然後大家每個人的手機 有些人是用大的數位電視在看的 這個東西都要集合在一起 才有辦法看到第一幕 可是在這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叫做encoder 中文叫做傳播器是不是 編碼器 那這個東西一般都是很大 然後會發很大的熱量 然後會有飯會很吵 運動是可以 可是古典音樂絕對不行 因為你也知道古典音樂有的時候 完全沒有聲音的時候 觀眾呼吸都停的時候 是最漂亮的時候 所以我想告訴你 就是我們這次帶來的encoder 是這麼小 那你看我的比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麼小 然後這個可能是世界最小的encoder 我從費城帶7個 飛到台北 那如果是普通的encoder的話 我不可能帶7台來 然後而且它是不會發熱的 它是很弱的熱的 所以它也不用飯 所以很安靜 然後這個是一家我們的 partner的公司 在賓州的公司 叫做Videon Central 這家公司在幫我們製作的 所以這個其實是Made in USA的 那他們在自己的工廠裡面 有做一些Private Jet 就是有錢的人做的那個飛機 裡面的Audio Video System 都是他們做的 所以我知道他們的產品 的Quality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就把它帶到台灣來 所以我們當Solution Provider 我們當然會查所有的世界有的encoder 那我們覺得他們的encoder是最好 然後我們再加上一些Value Add 一些Solution 然後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機器 所以這一次Videon Central 這家公司也讓我帶7台到台灣來 我也非常謝謝他們 然後台中歌劇院也讓我們放4台 這個在歌劇院裡面 我也非常謝謝他們 然後台北歌劇劇場 Took Chance 就是冒險 讓我們試試看這個事情 我也是非常謝謝大家 我覺得這一次的機會 真的就是所謂的Frontier Spirit 每個人都有扮他的角色 然後Frontier Spirit 變成一個 Spirit 然後讓全世界可以看到台灣的 演出的水準是這麼高的 我們也覺得很高興 然後同時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們在演的時候 我們知道台灣有一個news 台灣捐口罩給全世界 然後給日本 然後我們日本和我的美國的同事 他們都也看到了 所以他們都覺得說 那我們幫忙這次台灣的演出 也是算是一點謝謝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非常開心的結束 給大家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說英文叫做 如果你有will的話 There's a way 因為他剛才說 我們在台灣封關之前 他進來了 可以進到台灣 可是因為我們的規定 他進不了歌劇院 對 他不能夠進到歌劇院 因為他必須要在那邊 有14天的這樣情況 我覺得說 然後他就在Hotel裡面 坐等一個中績站這樣 再發射出去 這整個我覺得 我常常說一個歌劇演出 不只是這一次的科技 演出準備的過程 有的時候比演出更有意義 就是他在工作的時候 整個設計 整個去執行 然後演出比較完整的 把它推出去 另外我要講的就是說 剛才施賢有在談到說 我們藝術家沒有演出 就沒有收入 那麼這些人都花了很多心血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彩排 就是Trace Recursor 給他們的Prover 當成一個工程的驗收 驗收以後 不然我們就可以把頭齊軍 給這些藝術家 舞者也好 歌手和設計群 或者在後台工作的人 讓他們能夠暫時度過這個難關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 因爲到最後還是Human命的事情 還是要人性化的事情 那我覺得大家很Happy 然後我們希望 晚來以後我們在9月 再一次完整再演出 對 因為目前在錄影的時候 你們已經進入了5月嘛 從目前世界初次看起來 疫情是有逐漸趨緩的 那我們也是也很期待說 9月的時候 法亞正式在歌劇院演出的時候 大家能夠進來看 那當然說我們常在進劇場 也會知道說 其實在觀看螢幕 跟在現場看戲 它其實是會有一個落差的 因為其實這可能是科技上的問題 那Rance長是怎麼看待 這個科技的落差 我覺得有優點也有缺點 那缺點的話當然是 你必須要到劇場來體驗 你才會知道什麼是真正的這個 experience 因為不只是音樂 或者是看CD 或者是螢幕而已 你是整個 full package 的一個 experience 所以你才要去劇院 這個東西讓曾道雄教授 等一下再補充啦 那我是用科技的方法來講的話 就是說 我剛才告訴您的這個 encoder 我不是在做廣告 這個 encoder 它是可以做4K 4K的 streaming 所以我們希望 下次可以用4K streaming 為什麼呢 因為我了解 我看了這次的這個 這次的這個舞台上的大家穿的衣服 真的是非常的detail 非常細 那你如果坐在最後一排的話 看不到嘛 那我們現在4K的技術 在博物館都在用了 比如說Mona Lisa的臉 都用這樣的方法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用這種高 high resolution 高精采是不是 高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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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台灣 這個是從西班牙輸入進來的嗎 不是 是台灣的本身 這個teller的人 他們自己 去安道寫 然後學 然後回來自己做 真的會讓西班牙嚇到了 嚇到 所以如果這個可以用4K 然後像博物館的quality 這樣 然後直播的話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我們技術上面的人 可以幫忙到的地方 可是我們技術上 還有四個角度 比如說 你如果喜歡那個南高運的話 你就可以一直選那個鏡頭 一直照它 跟著它這樣子的 這個是 都是技術上可以幫忙到的 可是我們技術上 沒有辦法代替 整個這個experience 那這個東西就讓 曾道雄教授說明一下吧 那老師以劇場人的身分 你怎麼 去看看這個新的科技 那跟 因為老師當時在現場嘛 那你事後回家 再看這個直播 那個當時的畫面 你有什麼樣的 因為現場 我是在當指揮 對啦 在夜池裡面指揮 然後我那個時候只有一個鋼琴 那我是覺得說 就是 感覺是我們的設計群 它是做很多的功課 剛才Ran講的服裝的設計 它是到完全去 Andalusia Granada那個地方 或是Servia 尤其是Cardis那個地方 它去做一個研究 尤其我們的舞台 所以它設計出來 是非常道地的 比較傳統的 另外就是說 像我們舞台設計者 張維文老師 他都親自到 Granada去 甚至到 Alhambla 在那裡飛花園 然後去看 跟吉普賽人 動居的一個故事 一個情況 所以我完全是做一種 很好的Research 再把它演出來 那這一點 我覺得 能夠 剛才Ran說 4K 那個東西 對我們是很大的期望 很期待 這個 可能你可以再給我們做 那個 我補充一個東西 就是 其實 剛剛老師跟Reno講到 其實我們這個東西 就算是西班牙人來看 他也覺得非常的好 但是 他並不是 單純的西班牙物件 拿到台灣來 因為那樣的話 就叫西班牙人來演 來唱 來做就好了 可是 他們之所以會這麼驚訝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從東方的觀點 然後 他等於是用這個元素之後 混合在一起 創造出一個新的東西來 那這也是我們為什麼 一開始決定要跟 要向歐洲直播的原因 因為 西班牙是 曾老師歌劇的起點 那他經過這40年 50年之後 然後我們現在 終於有能力把 這個歌劇 這個文化以台灣的方式 詮釋之後 讓這些歐洲人看說 原來在東方 有人這樣子詮釋 是這麼細膩的方式 在詮釋這個東西 所以一開始我們是 設定是這個原因 然後我們要做直播 也剛好謝謝 Rexel跟Ren的支持 因為 一般 一般很難去思考這件事情 因為第一劇場本身不賺錢 所以我們 用不太期 非常 advanced 非常先進的設備 那也是因為 他是一個藝術的愛好者 所以他願意支持我們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然後結果剛好遇到疫情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本來 預計要做這個直播 反而變成我們的一個救命所 因為這個就是很 意想不到的事情 因為本來想說就是 直播 我們是現場為主 演出為主 然後直播為輔 他是為了那些沒辦法到現場的人 來準備的一個方式 他是一個替代 就是讓沒辦法到現場的人去觀看 可是現在變成 所有人都沒辦法到現場的時候 他是唯一一個可以讓我們這些歌手 讓舞者們 讓這些設計被看到的唯一的一個解法 所以這個是我們當初在規劃直播的時候 完全沒想到的一件事情 剛才Rain在問我說 要補充說明那個現場的問題 現場當時直播可以看到 用特寫可以看到很細膩的東西 因為他鏡頭等於我們的眼睛 可是在現場演出的時候 就是那個臨場感沒有辦法替代 那是 那是 因為坐在這個地方 我們稱為是 一千億的細胞的互相的共鳴 大家都互相 那是一種 那個 從拉丁文過來是 就是默契 很安靜 然後大家非常安靜 專心的看的時候 互相的心靈的共鳴 那個東西是 不能傳輸的 要到現場看 但是因為你去看網路直播以後 會不會抽走我們的觀眾 這我也跟Rain 跟Max也一直在討論 我們覺得說 在從過去的經驗上 不會抽走你的現場 反正他們會好奇說 這麼好的東西 我們到現場去看看 反正 那這些人呢 就變成我們 事先給他做一個 一個 一個樣本給他看 然後他進到歌劇院裡面 他就變成雙重的感受 第一個看到影 看到這個直播 第二個看到現場 我覺得是雙重的享受 對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從網路上 很多的評論可以發現 就是說 大家對於這次的演出 是一致的好評 然後甚至是 透過這個高畫質的直播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很精湛的舞蹈 歌劇的演出 會讓他們更想進劇場來看 那對於台灣未來的這個 這次來台灣這個經驗 任這邊有什麼 我覺得 音樂 美術 文學 還有科學 其實都是最後是在一起的 那我覺得這次的這個 Live Streaming 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可以證明他講的話是對的 因為我和日本的這些 國家劇場的人 他們在討論的就是說 日本有很多傳統的藝術 譬如說 Nor 或者是Kabuki 這種東西 可是這種東西 所以外國人他們看不懂 所以如果用直播的方法的話 當然可以看到更精采的 他們的衣服那一類的東西 可是同時你在旁邊 可以設計一個 譬如說我們叫做 Chat Room 聊天室 聊天室 然後譬如說外國人 他們說 為什麼這個女的在哭 或者是為什麼她突然要殺她 或是這個東西 有的時候是日本的名 名… 怎麼講 日本的文化 或者是日本的傳說 這個要進到日本的歷史了解 才可以知道為什麼她在演這個戲 那這個的時候 就有點靠近文學的世界了 然後如果我們可以用 人工智能力的這個東西 可以… 不只是像Google translation 這種東西 而且 人工智能力 有這種歷史的智能力的話 她可能可以翻譯得更精采 然後就回答那個外國人 譬如說她可能是德國人 用德文告訴她這個戲裡面的故事 然後這個的好處就是她不會發出聲音 所以她不會影響到演出 這個也是一個technology可以幫忙的 就是你要有歷史的文學的了解 然後音樂 然後美術方面就是一服一裝 還有那個科技方面四個集合的 最好的例子說不定是這個livestream這個技術的 上面可以演出的東西 你這麼說來其實直播它一個在觀眾的互動性上 也是超越一望我們在劇場裡面 只有單向觀眾看的舞台 它是可以透過這種無聲的方式去傳遞 讓觀眾之間彼此交流 然後更加深大家對作品的印象嘛 對不對 那這一次有沒有一些比較印象深刻的網路留言 可以跟我們分享看看 因為我其實在演出的時候我一直在關心著 就是網路上面的反應怎麼樣這樣子 對那其實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外國人 他們第一是他們很謝謝我們做了這樣的一個事情 因為他們沒有想到說在這個西方劇院紛紛開始關門的時候 他們可以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還沒有這麼快的反應可以很快都變成線上直播 因為當然現在已經五月了 其實現在已經越來越多的線上直播已經出來了 可是在三月那個時候其實幾乎是沒有什麼別人可以看的一個狀態 所以他們真的非常多人是就是Galasias 然後就是西班牙文的謝謝 然後就是各個語言的謝謝 然後說哇真的是一個非常精彩的演出 然後我有一個印象很深刻的一個留言 就是它是用英文寫的 它是說哇我沒想到說法亞的音樂在鋼琴的這個方式 但是來呈現的時候居然是這麼的親密 然後這麼的優雅 因為以往你聽到的東西都是樂團的一個比較氣勢恢弘的一個方式 可是剛好這次因為我們的機會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大概是世界上唯一 目前唯一一個鋼琴總彩排的一個這樣子的呈現方式 裡面有很大的意義 因為普通彩排不能用樂團再彩排 沒有那麼多的本錢 可以花那麼多用樂團跟你排的也不可能 技術性也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都用鋼琴 鋼琴都是從管弦樂的譜 做一個arrangement 就是一個重新編曲在鋼琴上 所以我們在彩排 就是用鋼琴在彩排 然後因為鋼琴這位鋼琴小姐 她是青年鋼琴 她曾經得過世界五個鋼琴大賽的冠軍 所以她是非常優秀的 當然是我們在我們士丸大學一內七畢業 然後她一直跟我工作差不多有十年 從普朗克的dialog開始 那麼我就是讓大家各位知道 就是說在鋼琴彩排的時候 情況是什麼 等於還延到前面的事情 你看到人數大概用樂團 那你看鋼琴的彩排 那她又那麼優秀 所以我想很多人 除了讚美我們的歌手 我們的舞者以外 很多人讚美鋼琴 那鋼琴看不到 她在下面她在夜池裡面看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珍貴的一個經驗 大家將鋼琴 那麼有一點就是說 她在彩排的時候 她在鋼琴在譜上的時候 有一些業績她是省略掉的 可是這個業績有的時候是 剩業家很重要要聽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跟冠婷說 我們就把這個沒有 鋼琴上沒有寫出來的譜 那些業績再寫下去 那等於是她必須要三十手 三十手來 可是我不知道她到最後怎麼辦得到的 這是非常非常優秀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珍貴的 另外一點就是說 大家都會說我這個歌劇已經籌備了五十年 八十世紀 那麼其實FIRE這個作品 大家都覺得她很熱情很浪漫 可是我要跟各位說 她是非常精算非常理性的 在音樂裡面等於是一個 時間的節奏一個精算師 她在做的節奏 她的整個鋪成是很邏輯性的 她是很理性的 所以我不要以為她很浪漫的熱情 她熱情是在外面看 裡面鋪成的非常完整 那麼當然對我來講 我是到西班牙去讀書 然後1969 我去看了FIRE的墳墓 很感動 然後我那個時候喜劍說 someday我要在台灣演出你的作品 她墳墓是在一個 一個教堂的下面 然後突然我知道她的妹妹還在 所以我就見了她的妹妹 那她是很千辛萬苦才找到她 可是她年紀已經很大了 那我握了她的手 就又從西班牙南部 坐火車回到瑪德里 所以對我來講是非常有意義的 然後在台灣能夠這樣演出的時候 是對我非常exciting的事情 很有紀念性 沒有想到碰到這個疫情 可是在疫情裡面 做一個錯子 反而會變成提升在另外一個層次過來 所以好像說我們聽說過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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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因斯坦講過一句話 你必須要 你只要有心 你會在很困頓的地方 找到機會 找到 會掌握機會 那這一次我們 真的把它說出來 對 而且其實當天演出的時候我也在場 當整個總彩排結束之後 那老師說我們在歌劇院創造了歷史 那一刻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我會想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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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